關西篇第二話,神戶吃什麼好? 我們就進去吃這間雞巴勒的居酒屋 那個爐來的 好,我們就去吃這個雞巴勒的居酒屋 我們現在吃一間雞的居酒屋 然後切菜就是這樣 是不是雞? 第一個吃的是四款的刺身 因為這裡是吃雞料理店 所以我們也點了一個 很漂亮 這個是兩塊 這個沒了一段 超級好吃 它有一個特製秘製醬汁 它是很脆的 因為它吃得好吃 它的醬汁也很好吃 請你們吃 話說剛剛就叫一個雞巴勒 它有一個叫Ponzu 和一個叫Yuku的選擇 因為我知道Ponzu是什麼 但我不知道Yuku是什麼 所以我很勇敢的樣子 看起來很精彩 這個樣子 它是Tataki 上面有個蛋在 Oh my god 然後我相信就要拌進去 我肯定是好吃的 所以我怕它吃得很好 剛剛吃了有蛋的生雞 所以這個Tataki 真是驚為天日的好吃 然後我們點了一個燒的雞排 這個人也很漂亮 嘗試一下 因為剛才那個雞Tataki 實在太精彩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點多一個 雞刺身的三款 但是呢 我就有點擔心了 因為呢 它是有肉 然後 我已經不太肯定這個是什麼 好幾肯定的雞腿 然後還有一個 這個 我不吃的 好了 這個太靈了 我真的接受不到 這個叫迷你鵝肝 會不會好些 哦迷你鵝肝 那好吧 我試一下 不如拍著我自己吃 我拍著影片的時候 我就會逼自己吃到 我不會吃的東西 好噁心啊 嘩 這是鵝肝來的 我沒吃過三個鵝肝OK 你看到你沒試過而已 它是 這樣 亮亮 我覺得 放些薑可能 放些薑 我試一個鵝肝 那些 滑沙片 我覺得薑蓉可以比較 我怕 我沒有吃過 我連熟的內臟 我連熟的內臟 我都沒有吃過 近寶峰三的內臟 我們扣這個 蔥下去 哦 好啦 很勇敢 吃這個 好噁心啊 好噁心啊 你不吃雞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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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 好像吃了一片 凝固了的血 這樣就得了 我試看 我試看 這個我反而覺得 好像 這個是 雞腿 雞腿來的 對 我都覺得 雞腿 雞腿是正常的東西 không nó 真的是 那個 那 你們買了 看 到了 不是肉 不是肉 雞腿 是啊 雞腿 是 雞腿 又咬口 是啊 是 就是 入口的肉 那是 鑽鴻 一樣 對,我就是覺得好像一瓶凝結了的血 這個八成例雞身的酒 這個都還可以接受的 很有咬口,看你喜歡不喜歡 都OK,好像臭腥的,很噁心 不噁心的 即是比我想像中不噁心 好了,我吃回最正常的 我最喜歡吃的 薑刺濕了 很好吃啊 我最喜歡吃的,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好像有個醬汁,好像是華緣的 所以醬汁放得很香 我想說,這個洋蔥很好吃 它有個前菜是洋蔥 好像是什麼淡露島洋蔥 油串燒的點都要點點的 我們叫了三文魚,魷魚 洋蔥,還有很多款不同的雞串 還有雞翼 去下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經過中華街 哇,原地超超 這東西叫超超 我覺得這家東西叫超超的 我認識 超超 香港燒 香港有這些東西的 喂,有一個庭,很像中國 哈哈 中華料理豬八蛋 哈哈 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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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嘲 嘲 嘲 這個廳,認定店 這裡是開一個很晚的飲茶的地方 不是希薩 它是有一間分店的 這一間就開得晚一點 你可以吃薯公 對,因為我看到有幾個東西 我只是四嘴 你吃薯公,我吃其他東西 進去店鋪 它的裝修、駕駛和擺設都非常特別 很多來自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的東西 來到這裡 氣氛就好像去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空間 我叫的熱茶首先到了 茶壺還有個套子黏著保溫 因為要多焗一會兒才可以沖出來喝 它這裡連裝糖的容器 都是一張桌子不同的 雖然你們隔著屏幕聞不到 但一倒出來的茶就超級香 就算加了奶的茶也是很濃 而且我的薯公到了 它還配Claudah cream和兩款jam 這麼快就吃光了 這個最驚喜我的東西 就是這個Skone Skone Skone 我人生裏面 透明的其中一名 我很喜歡吃Skone 這個Skone是 有牛油味 它鬆得來 當然Skone是會散開的 它鬆得來又不是乾身的 然後我已經吃光了 它配爾最重要的Claudah cream 然後它的jam 雖然我平時吃Skone 不是說好用的jam 但這個兩款jam 都是很高質的jam 它裏面還有果肉的jam 我應該有一段時間 不會吃Skone 因為這個太好吃了 因為這個太好吃了 好甜喔 你很高度我吞了 我現在不捨不得吞 我想帶你吞 真的很好吃 另外這個就是淡姐叫的 時日精選蛋糕 這裡的食物都是店家自製 都是非常高質的 最後給大家看看這壺茶 裡面用了多少茶葉 所以沖出來真的很濃 很香 大家有機會就去試一下吧 謝謝